各位朋友你好 我是穷文 欢迎收听生肖姓名学 首先欢迎我们的嘉宾 名讲句式 各位听众朋友好 主持人好 名讲句式好 首先呢 我们要跟听众朋友 说个新年快乐 为什么说新年快乐 因为2020年来咯 过年了 过年了好快 祝大家万事如意 对 那2020年生的宝宝 是不是就是老鼠了 如果假定我今天元旦 生了一个小宝宝 那是不是就开始算是 老鼠的小朋友了 没有 没有 我们是用 我们叫做农历来算 农历 农历跟国历有差 差一个多月 按照那个黄历上可以看出来 2020年元月25号 当天生的 元月25 元月25号 那就是过年了 那就是真的属老鼠了 在那个之前的都还是生肖猪 如果说你是元月24号 往上11年以前 还属猪的 所以一定要在那一天之后 不要算错了 我们是用农历来命名的 那如果说今年 就2020年是老鼠年 那是什么样的老鼠 金属还是银属 还是土属 还是什么属 它是属于根子 根子年 根 我们知道西方根心金 属金 金老鼠 金老鼠 金老鼠有什么特色 金属其实 它只是天干是金而已 我们是61甲子 所以60年就一次是金属 60年才一次金属 所以说金不能代表 你这个时候生的是好跟不好 因为金属要跟你的大性要配 大性是吧 你性什么 你就才能在这一年生才会好 或者才会不好 那很想知道答案 哪些姓氏最适合生金属 我就先透露几个姓氏 给各位知道 好注意听 没有完全包括 所以有的是往后再来探讨 那我现在只要讲几个比较 算是常见的大性 好 第一个 宋 宋朝的宋 秦始皇的秦 孟子的梦 杜甫的杜 天上飞的龙 有人姓龙 有姓龙的 还有金钱报的金 这几个生肖 这几个姓氏 你如果说在今年生小孩的时候 可以找到计划了 准备怀胎了 因为怀胎九个月嘛 你不要等怀胎完了 是牛年生了 又不一样 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重复一下 姓是宋 宋朝的宋 秦 秦始皇的秦 孟 孟子的孟 杜 就是杜仲的那个杜 木字旁那个杜 然后龙就天上的龙 然后金 就是金银财宝的金 这几位姓氏的 妈妈爸爸 赶快怀孕 赶快生金老鼠 那我们想知道为什么 比如说宋这个字呢 它那么适合金锁 宋 它上面是一个宝盖 底下是个木 宝盖是不是洞穴 对 所以 老鼠有洞可装 所以它的阳边 是不是就很强了 对 它的科名就很旺了 然后底下是木 木是因为你是纸 老鼠是纸 是属于水 水生木 水生木 水 是我们叫 相生相克 相生都是好的 相克都是不好的 所以水生木 比如说 这个小孩 生出来的话 对妈妈 特别贴心 对妈妈特别贴心 所以宋家 你生个小宝宝 很好戴 而且 他的长相 一定长相很清秀 很甜 而且 练书 也不需要你操心 然后那宝盖头 也代表爸爸 对这个孩子的照顾非常好 对不对 爸爸提供的助力 特别大 爸爸提供助力非常大 对对对 哇 那这个宋家的宝宝很棒 对妈妈贴心 对呀 然后爸爸又可以帮助他 没错 好 那我们再来解释这个琴 好 琴始皇的琴 是我们把它分成三大合 三大合 哪三大呢 看一下 三大 底下一个合 三大合 这个琴始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 所以合 琴始其实代表三个合 道骨的那个合 这个合是五骨之王 哦 合是五骨之王 老鼠吃树的 所以碰到这个五骨之王 对他来讲 那就是太得天独厚了 哦 所以他的父母缘就特别强 父缘特别强 父母缘 哦 父母缘 合就不分 一边两边 三大合嘛 全是合了嘛 就是父母都OK 都OK 都非常非常的 等于生了这个 琴家啊 宝贝出来之后 父母 真的是宝贝一个 哦 真的是宝贝一个 好 真的很棒 那这个梦呢 梦 梦我们讲 上面是一个纸 底下是一个器皿 对 你是庚子莲 庚子莲是金 金生水是香生 对 器皿表示 上面装了很多 可以吃的东西 哦 代表阴边 代表母亲 母亲提供他 一时无缺 爸爸提供他 哦 金生水 香生香客的原则上 有求必一 有求必一 所以变成 父母缘也就非常好了 对 哦 好 所以孟家宝宝也是非常有福气的 对 好 再来是肚 好 肚 它跟宋有点类似 它的羊边是土 羊边是土 嗯 这个时候 爸爸也跟宝贝一样 提供这个金老鼠 很大的一个帮助 嗯 那木呢 水生木 是小孩子呢 对妈妈 贴心 哦 这个很好 这个很好 其实贴心很重要 对 很重要 对 所以孟家 这个小孩也是很好带 科兵也不错 然后杜家也是一样 对 所以你看宋家 琴家 孟家 还有杜家 对 但孩子都很好带 对啊 对啊 好 那我们再来看看 比较少人姓的这个龙 龙 这个真的比较少 我比较少听到这个 姓龙的少 可是还是有 对对对 其实姓龙的 姓龚的 姓龚的 都类似 都类似啊 都类似啊 因为下面都有一个龙字 是不是 对 还有一个是什么 龚是不是 下面一个龚的那个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的意思是说龙也可以 龚也可以 龚也可以 都可以在这个老鼠年生 属宝宝 都还不错 都还不错 好 那我们来解析龙 龙有什么好 我们讲生子成三合 生子 龙是不是属于成 龙是成 对 老鼠是子 对 猴子是生 生子成 三个 两个两个碰到 就变成三合的力量 龙就对老鼠来讲 就不用讲了 这就是非常棒的了 所以对父母来说 有龙宝宝 有鼠宝宝 对 龙家也非常的 很幸福的 对 小宝宝 很幸福 很幸福 好 那最后一个是 那个金银财宝的金 金 它跟 梦有点相似 金跟梦很像 怎么看呢 金我们把它分成两部分 上面也是金 下面也是金 其实它的金是 阳阴都是金 上面也是金 下面也是金 怎么个看法 金是因为我们已经 不把它再分个更细的了 对 它就是五行的金了 五行金 它展现在名字里面 它竟然要分阴阳 所以它阴阳都是金 阴阳都是金 不要说它上下都是金 左右都是金 因为它是庚子年 庚子年的金跟金 互相会有摩擦 可是它会有历练才会成长 有意念才会 历练 历练 互相互相 互相的那种激励 它才会成长 所以金跟金可以用 那底下的金 不能解释成金生金 不能生金生金 金没办法生金 土才能生金 是金跟金互相的冲撞 可以冲撞 可以互相砥砺 可以砥砺 可以成长 就可以积出火花来了 对 那底下的金生它的子水 金生子水 老鼠是水吧 金生水 所以母亲对它 也是无缘无悔的付出 所以金家也不错 那你刚刚说 金跟金之间 会互相的这种 互相砥砺 那是代表说 复原这一块吗 复原 那像是说 父亲对它会比较 父亲对它的 不是那种 好像说 不像我们前面几个姓氏 父亲是 我就给你的 就送你的 它不是 它会激励你 可是它会帮助你 它不是完全这种付 它是有正向的作用的 是正向的 也是正向的帮助这个孩子 可是比较不像我们前面讲 那几个姓氏都是无缘无悔的付出的 所以金爸爸是比较有原则的就对了 也可以这么说 他是对这个孩子有帮助的 他才会去帮助孩子 他是有选择性的 可是他的选择都是很正向的就对了 哇 这个金爸爸很有智慧 好 那我们就很希望听众朋友 您听到了 如果您信 宋 或者是情 或者是梦 还有度 还有龙 还有金 当然还有其他的姓氏 我们这个等下一次再提 还有因为龙子所衍生出来的 庞跟拱 这几个姓氏呢 我们都希望爸爸妈妈 赶快有好消息 因为如果生的是 老鼠宝宝都会对你们是非常好的 是 好 那今天就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也谢谢迷奖居士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